阿坤是一名孤儿,在学校里认识了一名女孩小慧,小慧也是孤儿,相似的身世让两人很快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 离开学校后,为了省钱,两人租住在一起,像亲人一样互相照顾着彼此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两人之间也见生情愫,小慧不止一次暗示阿坤希望阿坤能主动些捅破那层窗户纸,但是阿坤像个木头一样,始终不解风情。 其实,阿坤早就看出了小慧的心意,自己也深爱着小慧,但他却不能表明心意,因为他刚刚查出自己患上了癌症,已是命不久矣,他不愿拖累小慧,不愿耽误小慧后半生的幸福。 几天之后,小慧再次暗示阿坤,并询问阿坤有什么愿望,阿坤故作平静地说道,希望小慧能够尽快嫁给一个好男人。 小慧又问阿坤,你不就是一个好男人吗?阿坤说,健康有钱的男人才是好男人。 听了阿坤的话,小慧感到很失落,如此过了几天,小慧遇到了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男人欢歌。 欢歌家定富裕,职业是受人尊敬的牙科医师,长相也算帅气,很受女孩子喜欢。 小慧也喜欢上了欢歌,并开始追求欢歌。阿坤得知了小欢心意之后,感到万分心痛,他不停责备自己为何要把心爱的女孩推向别人的怀抱。 这种做法是多么的愚蠢。阿坤又想到自己身患癌症,为了深爱的女孩的幸福,他必须这么愚蠢。 阿坤独自承受着心中的落寞,一边为小慧送上祝福,一边又在私下里打听着欢歌的背景。 经过一番打探,阿坤觉得,欢歌确实是一位值得托付的好男人,但不幸的是,欢歌已经有了未婚妻。 阿坤想劝小慧离开欢歌,但看着小慧幸福的模样,又决定要成全小慧。 而成全小慧的方法,便是破坏欢歌和未婚妻的婚约。 阿坤找人拍下了欢歌未婚妻真妹劈腿的照片,拿去威胁真妹,但是真妹是一名不惧世俗的文艺青年,并不畏惧阿坤的威胁,反而将阿坤训斥了一番。 阿坤见硬得不好时,便决定来软的,他再一次找到真妹,将自己身患癌症,忍痛把自己身爱的女孩送进别人怀抱的做法告诉给了真妹。 果然,真妹深受感动,同意了阿坤的请求。 事情的发展很顺利,欢歌和真妹结出婚约之后,便很快和小慧定下了婚期。 几天之后,小慧将阿坤带到了婚纱店,想让阿坤帮他挑一款婚纱,为别人的新娘挑婚纱,让阿坤有些心酸。 但他还是帮小慧挑了一款自认为最漂亮的婚纱。 小慧穿上婚纱后,又让阿坤穿上了配套的新郎礼服,说是要拍照留念。 阿坤经不住小慧的要求,落寞地穿上了西装,并和小慧拍了一张照片。 在脱下西装的时候,阿坤心酸到了极点,他实在忍不住流下泪来,但又怕小慧看见,便独自离开婚纱店,漫无目的地在城市里奔跑。 欢歌和小慧的婚期终于还是到来了,阿坤作为小慧的亲人,牵着小慧的手,走过几米长的红毯,将小慧交给了欢歌。 看着心爱的女孩找到好的归宿,阿坤释然了,但是阿坤不知道的是,此时此刻,小慧的心却在低血。 其实,小慧早就知道,阿坤患上了癌症,他心疼阿坤,想要一直照顾阿坤,但阿坤却总是将他推向远处。 为了让阿坤在谨慎的日子里开心地活着,小慧便一直顺着阿坤的意,甚至阿坤说出自己的愿望,让小慧嫁给其他男人,小慧也都努力去满足阿坤的愿望。 小慧问过阿坤,夫妻是什么?阿坤说,夫妻就像是牙刷,婚姻就像是牙刷酱,两人在一起生活,就是夫妻。 小慧很高兴,说他和阿坤就是在一起生活,他们也就是夫妻了。 但阿坤又说,没有举行过婚礼,算什么夫妻?小慧记住了阿坤的话,并在婚纱店里和阿坤拍了婚纱照,还在如梦似幻的礼堂里,和阿坤携手走过了红毯。 虽然阿坤把他的手交给了其他男人,但在他心里,阿坤是他永远的丈夫。 婚礼结束没几天,阿坤就离开了人世,小慧也割腕自杀,随之而去。 小慧的老公欢歌发现了小慧的录音机,并从中听到了阿坤和小慧的日常对话,得知了两人的关系。 他虽有不甘,但也深受感动,便将小慧和阿坤葬在了一起。